这个男人平生有三大优点 回人正直 胆大包天 和嗜酒如命 前两者自然不必多说 可这嗜酒如命 怎么也成了优点 俗话说酒桌之上狐朋狗友 但偏偏给这猪耳蛋 能遇见个能交心的 地府里有个陆盘官 爱好不多 就喜欢喝点小酒 再加上他向来也是饥饿如愁 所以猪耳蛋这个酒友 便进入了视线 这位盘官本事可不小 啄鬼降妖都是等闲 最令人嘖嘖称奇的 是他有一首偷天换日之术 能把七笑玲珑心 换在愚钝之人的身体里 让他才思敏捷 也能把美女的脸蛋 跟仇女交换 陆盘不仅有超人之本领 脾气也是一等一的火爆 就连顶头上次阎王爷 都不放在眼里 十定阎罗十位判官 官圣帝君地藏王菩萨 地府里的能人可多了去了 而书生猪耳蛋 能和陆盘相识 那也是一番缘分 读书人都是自命清高的 所以他们自然不会 跟眼里的凡夫俗子一起落座 市井尖头 无疑是平白落的身份 朱尔旦这几个本地书生 自发组织在一起 创办了一个寒山书社 打着以文会有的幌子 聚在一起吃吃喝喝 期间吟诗作对 也算是快活 可日子久了 总要找点心乐子 这寒社旁边有个石王殿 里面供奉着一幅鬼神 夜黑风高很是吓人 几个书生便玩起了 几鼓传花的游戏 谁输了 谁去一探究竟 东道主暗地里 悄悄吩咐丫鬟 以酒杯落地为信号 可人算不如天算 在传到胖子身前的时候 他不小心碰掉了酒杯 下一个人就成了倒霉蛋 这人是大官的公子 姓吴 叫吴文龙 左右都是他的马屁精 剑壮起身结伴前往 九转松人胆 再加上人多势众 一个小小的石王殿 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三人摇头晃脑 正准备仔细探查 突然两团鬼火凭空飞出 此不与怪力乱神 但欲鬼神也要静而远之 连滚带爬好不容易才跑过来 猪尔旦正美滋滋地 吃着鸡腿喝着小酒 看着几人如此狼狈不堪 心里很是鄙视 似乎是觉察出了男人的不屑 三人打赌他去 也是落荒而逃 向来胆大包天的猪尔旦自然不怕 被几人一击 直接孤身一人冲了进去 要说这家伙不是一般的大胆 到了石王殿 不仅把脸凑近了桥 手上也不闲着 准备挑点东西 回去好作证 寒舍里几个人还讨论对方 什么时候落荒而逃 猪尔旦却神情平静地回来 不仅回来了 还将路盼的神像给搬了回来 这可把众人吓得要死 大半夜的是要吓死人呢 一番对比下来 可见猪尔旦的胆子有多大 不过在他注意力分散的时候 判官神像竟然动了动眼睛 运气还真是够好的 猪尔旦喝完酒回家休息 妻子面貌奇丑却为人善良 不失为一个闲内助 参加科举多年 猪尔旦却屡次不中 心情惆怅得很 所以才嗜酒如命 第二天 他继续在书房研磨练习 路盼忽然找上门来 猪尔旦的气魄非常让他赏识 家眷一个个都下了双腿发软 惊叫连连 男人却神色不改 恭恭敬敬 让路盼也想跟他喝两杯 两人就这么在小书桌上推杯换盏 不知不觉间 便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看到书桌上写好的诗 路盼还会拿起来点评几句 只不过猪尔旦的文采的确是南登大雅之堂 平日里也就这几个酸秀才互相吹捧 更多的时候是在拍吴公子马屁 这家伙能当秀仔 都是靠家里的关系 他们白天聚在一起喝酒 喝到星期 酒被扔下楼 顿时传来的叫骂声 定睛一看 是个黄衣美女 虽然漂亮 骂起来人来 却毫不含糊 几人全都成了缩头乌龟 让胆子最大的猪尔旦 下去去应付 别看女孩美若天仙 一张嘴能顶十个泼妇 猪尔旦本来以为来了桃花运 结果不仅挨骂还挨揍 被一群女流之辈连打带踹赶上去 鼻青脸肿 让人看了心疼 晚上和路盼喝酒时 将满心苦闷尽数诉说 对面看了看不咋地的文章 一把火烧了 准备帮帮他 另一边的吴家府邸 吴老爷请来道士做法 许些重金贿赂阎王 他儿子吴公子 文章一窍不通 不作弊 根本中不了举 许些重金买通鬼神 对于他们都是正常操作 本来没啥问题 可忽然一个黄衣女孩跑了出来 就是痛扁猪尔旦的那位 他也是吴老爷的孩子 脾气火棒 对此事十分不满 吴公子一个废物 凭什么花这么多银子 女人闹起事来 把吴府整得鸡飞狗跳 没有一个能压住他的 而在下方吵得热火朝天的时候 房顶的小鬼正在收领钱财 阎王爷也不嫌银子多呀 相比于吴家府邸的热闹 朱尔旦现在更是胆战心惊 陆盼这位非常之人 正在行非常之事 他替朱尔旦开膛破肚 洗尽心肝脾肺 剥料缠在文心上的茧子 从此以后 男人便脱胎换骨 必定能高中谢元 可还没等朱尔旦高兴 陆盼脸色一变 快速回到了老巢 只见一只只小鬼 抬着一箱箱银子 阎王在那里手舞 做到好不高兴 有人花钱贿赂阎王 谢元的位子 就变得有些难办了 果不其然科举考试的时候 阎王指名道姓 要吴公子当榜首 虽然吴姐祖上缺德 但这还不是 阎王一句话的事情吗 科举放榜的那一天 吴老爷早早准备好后里 等待前来通报的小吏 结果人家起码看都没看 直接往朱尔旦家里去了 这次的榜首乃是朱公子 期得吴老爷推翻供桌 当即就要去举报阎王 两个道士连忙阻拦 阎王爷可不好惹呀 吴老爷也只能吃个哑巴亏 朱尔旦高中蟹元 现在可是神奇得很 众人纷纷过了叛马屁 毕竟能中蟹元 近视之位 那就是板上钉钉 前途不可先亮 他们趁着朱尔旦还没发家 便打好关系 总归是有好处的 吴公子看见这一幕很不爽 平日里这个位子 应该是他才对 只可惜奇差一拙 阎王爷虽然官大 但办事不过随手而为 哪里斗得过 跟朱尔旦称兄道弟的路盘呢 虽说吴老爷也是大官 但这官位可不是世袭的 吴公子一个大草包 哪里有前途光明的 助尔旦吃香 要说男人也是 颇为讲义气 毫不吝啬 就将科举至圣法宝 给说了出来 众人都想让路盘 给换一颗能高中的心 简单 路盘把刀子磨得闪闪发亮 只要没做过坏事 他分分钟换好 可要是做了坏事 开膛破肚可就合不拢了 听完 吴公子率先跑路 他这种顽固弟子 怎么可能没做过 其他几位还想嘴硬一下 但也被路盘依依吓跑 胖子支撑的时间最久 也最贪心 竟然想中状元 好家伙 路盘能惯着他吗 三言两语 世界被清静了 最后喝得醉醺醺回去 阎王早已等候多时 跟人间举人私混 成天喝酒享乐 这是违反地府律法的 可不料 路盘丝毫不慌 论起这个 阎王明显更厉害 不仅收拾贿赂 身边还安排了女官 这更是明令禁止的 阎王被怼得哑口无言 脸色气得发黑 直接动手掐架 小鬼们也乱作一团 直到鸡鸣狗叫东方破晓 这才又回到神位上 往后的日子里 路盘继续在晚上外出喝酒 而猪尔旦因为重举 身份大的提升 每天都是喝不完的酒局 这让他的妻子很担忧 自己长相丑陋 猪尔旦万一再讨个小老婆 路盘听了之后大手一挥 让对方别担心 一切都包在他的身上 先是让小鬼带来喝醉酒的男人 然后趁着夜色 路盘又做了个大工程 偷天换日之换脑袋 等猪夫人一觉醒来 直接变得冒魂如花 真是鬼斧神功 堪称奇迹 这可把猪尔旦给吓坏了 因为这张脸不是别人 正是之前刁门的吴小姐 被揍成猪头的那一刻 还历历在目 哪怕是胆大包天的猪尔旦 也害怕不已 好半天才解释清楚 可为什么偏偏是吴小姐呢 第二天吴公子跟朋友诉苦 他们家太倒霉 半夜进了墙道 找错房间 怒之下弄死的对方 更奇怪的是 尸首不翼而飞 几个人商量去求猪尔旦 让他找路盘帮不忙 这不就是巧上家巧的吗 几个男人聊天 胖子嘴上没把门 把去怡红院的事情抖了出来 气得猪夫人冲了出来痛骂 吴公子定睛一看 这不是他妹妹是谁 一番拉扯 便帮帮揍了几拳 回去之后是越想越不对劲 于是猪尔旦就这么上了公堂 原本误杀吴小姐的强盗 已经抓住 可路盘换头又平添几分风波 吴老爷可不是一个小小的县令 能惹得起了 猪尔旦就这么进了大牢 但不要慌 神通广大的路盘 岂也会算不到此事 他先是派出小鬼 将猪尔旦接出来 喝了顿小酒平复心情 然后就该办正事了 趁着夜色 路盘坐在县衙主位 身边跟着低眉顺眼的县令 鬼神当面 谁敢不怕 紧接着死去的吴小姐被带上来 当着吴老爷的面解释了一切 都是强盗的错 路盘的行为女孩并不怪他 如此之般还能让父母多个女儿 眼看一切都圆满 阎王突然跑了出来 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绕过他私自开审 路盘丝毫不拒 这可不是石王殿 阎王也管不了他 更何况阎王收拾贿赂 私自安排女官 这要是告上去 谁也讨不了好 阎王怒气攻心 但是也无可奈何 路盘见状 以事实地让了面子 让出主位 却顺手搞了点小动作 下去之后他又鼓动吴老爷 阎王收钱不办事 趁此机会 你不去报复一下 场面顿时乱作一团 路盘大笑着离去 第二天 朱尔旦就被无罪释放 而吴家老太太 因为太过想念女儿 硬是拉着吴老爷 去找换了头的朱夫人 最后在中间人的调和下 朱夫人认了对方做义父义母 朱尔旦呢 则是重新拜堂结婚 平白多了一位靠山 这场面真是皆大欢喜 路盘在上面哈哈大笑 这还不是全靠他 正所谓胆大包天玉路盘 取了娇妻又升官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好了 本期神话故事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继续